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通过我的作品 有些人得到一些安慰也好 疗愈也好 我是希望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留在我的作品里面 我叫金秀成 我来自于韩国 我是一名设计师 也是一名造纸艺术家 整个这个作品的形态来自汉字的流 有水滴 然后就从上面流下来的涟漪的形状做成一个造型 我觉得这个涟漪有点像人的一个年轮的感觉 每个爪度 纸张的厚薄 涟漪的起伏其实都不一样 水滴代表着我们吸收的一些饲养 知识上啊 还有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自己有上个系列的一些作品 大概一百来幅吧 有一些作品是我自己造纸做出来的 从造纸到这一作品的成型 整个过程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这一块的话也是跟我合作的藏在的一些纸张 但是这些纸张都是特种纸 然后很有漂亮的那些基底的纹理的 平时市面上比较很难看得到 我的一幅作品《纸纳》获得了2020年第11届 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奖 铜奖 百拿衣就是和尚僧人穿的一个布丁衣 因为所谓的僧人和尚他们修苦练 我觉得《纸纳》的纸张 确实是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一生的那种感觉 我是特地去汕头淘了一些一百多年的古籍 我通过古籍来表现一种知识的修行 其实我的作品我都喜欢 因为对我来说每个作品都是我的一个孩子一样 我就称他们我的宝宝 我从小跟着我爸看午下电影 然后就听着听着听着习惯了 就是对汉语也没有那么的陌生 很自然而然地想学 其实我是苏佑峰的粉丝 我是想给苏佑峰写信 然后就开始学汉语 后来想当广告世界师 我其实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 那我就想着离韩国也很近 然后人很多的国家就好像是中国 刚开始是反对 他们是希望我去美国 但后来我就不吃不喝闹了三天 他们被我束缚了 就从高中开始送到我来中国去学 高中是03年开始读的 北京是国际是学校 所以我实际上学汉语的和真正学才 初三那一年 学了一年 然后直接来中国的 我本科和研究生不在清华 美院读到世界成本设计系 确实是我的同学们的支持也好 帮助也好 还真的很多 我去过的城市几十个 对我来说北京真的是个家 上海的话现在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工作的地方 所以另一种感觉 我就喜欢中国 而且我都已经在中国待了18年 我的朋友和老师都在这边 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地留在这边了 我是偶然的机会看到这张纸张的 一面是白的一面是蓝色的 当时还挺惊讶 怎么会一张纸里面我能看到一个大海 还可以看到一些宇宙的那种感觉 所以还特别玄妙 就这么迷上了那一张纸 当时的我本科的毕业设计也是围绕着这张纸而做的 慢慢就开始对纸张很有兴趣 干脆我自己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嘛 就那么开始的 然后就做到现在 其实纸张这个东西是很好玩的一个题材 可变性也很大 它可以跟很多其他的材料 产生一些很多好玩的有趣的一个事情 所以真的很有魅力的 几分钟就可以了 几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好 比较硬的了 我是特地选的这张艺术这块 然后我老师特地带我去安徽考察 所以也去过各种各样的很多的工厂 工厂回来之后 我自己也是找了各种各样的资料 看了些视频各种各样 然后我自己开始念一念 但肯定是违缘不够的 后来去的是工厂那边特地去学的 其实我去什么美术馆啊 一些服务馆 或者一些教育机构也上课 所以我就让大家先体验一下 上课的人数快1000人左右 我自己有一个小打算做一些 相关的系列的一些展览 让大家能感受到 就是得一种魅力吧 科技化的一些生活导致 让我们感到的都是比较 能冰冰和清清的一些情感的传达 纸张其实带来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个题材 它能封住我们的记忆 所以我做这纸张的艺术的价值 应该可以说是把科技时代的社会当中 逝去的一些我们的情感 再收回 再次让大家回约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